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Java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继续介绍GOI的布局类 只不过这一次我们要学习的是Card Layout Card的中文呢,就是卡片 而Card Layout呢,意味着是卡片布局 我想大家一定都记过那种什么生日贺卡呀 节日贺卡之类的这种卡片哈 所谓的卡片呢,我们都知道是一张张的 那么卡片布局呢,也相当于哈 在容器组件上叠加一层,又一层就像书本一样 每页呢,都是一张卡片,类似于一张卡片 好的,我们同样也用代码来设计实现一下 那这个代码呢,我们可以看到我已经把架构打好了 一个GOI Test二类,有构造方法 慢方法中只有一句话,就是New GUI Test二 也就是会调用构造方法 同时呢,我声明了三个Panel对象 P1,P1,P2和P3 好,首先呢,初始化 P1,P2,P3 P2等于NewJPanel 同理,P3也等于NewJPanel 那好,接下来 好,因为GUI Test二继承了JFram对象 所以呢,我们可以直接通过This这个对象 就相当于一个窗口对象去添加P1,P2,P3 好,但是,我首先要初始化一个CardLayout对象 好的,导入也在Java.awt包之下 调用的是它不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API上对于CardLayout的这样一个构造方法的展示 它只有两个构造方法 一个呢,是不带参数的 一个是带参数的 不带参数的意味着是创建一个间距大小为0的新卡片布局 而带参数的呢 则是具有指定的水平间距和垂直间距的新卡片布局 好,我这里使用的是不带参数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设置卡片布局 那将卡片布局设置给哪个容器组件呢 好,这里我选择P1 选择P1卡的Layout 也就是说Panner,JPanner对象的P1对象 是设置为卡片布局 那接下来在P1和P2之上 P1之上来添加P2和P3 那为了区别 我设置P2的背景颜色 Color点Red就是红色 好,P3呢 设置成绿色 好,绿色 OK 接下来P1点ADD ADD什么呢 ADDP2 但是在添加的时候 我们选择另外一种添加方法 就是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是StreamLam 也就是给一个别名 第二个参数才是组件 好,比方说第二个参数才是P2 那么给它一个别名叫什么呢 Panner2算了 同理 P1点ADD Panner3 P3 添加卡片组件的时候呢 必须还要给它取一个别名 给新添加的组件取一个别名 好 P1上呢 是添加了P2和P3 但是P1还要添加到哪里呢 给它ContentPanner点ADD P1也就将P1添加到JFram对象之上 JFram是窗体对象 JPanner对象是不能离开窗体对象独立存在的 再接下来设置 大小 三百 三百 设置 可见性为True 好,再设置呢 关闭操作JFram 点 一个Z onClose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运行一下这段代码看看 出来的会是谁呢 出来的是红色面板 而且只看到一个红色面板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卡片布局有点像书本一页一页 每一页都是一个布局 都是一个组件 它是叠加的 而最先被添加的这个组件呢 会显示在最前面 最后被添加的呢 显示在最底层 也就是说红色面板是在最顶上的 而绿色面板呢 只是在最底下的 那问题来了 我怎么去显示 我想显示的面板呢 那我们就来参考一下 API哈 API上是怎么设置的 API上的东西呢 啊 是Card Layout 参考一下Card Layout的这些方法 它有很多 比方说有FIRST的方法 就是显示 翻转到容器的第一张卡片 就是最先被加入的那个卡片 而NAS的呢 则是翻转到容器的最后一张卡片 参数都是副容器 诶 那我可以测试试试看 Card Layout 点 Last 因为它肯定默认会显示第一张卡片 所以 我选择 Last方法看看 看能执行吗 诶 果然哈 它会翻转到最后一张卡片 就是绿色面板P3 好 除此之外 它还有什么方法呢 它还有个秀方法 秀方法的话呢 就是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附容器 第二个参数就是你要选择 你要显示哪一张卡片 它的别名 好 我选择秀 P1和Panel 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跟Last方法是一样的效果呢 因为总共只有两张卡片 诶 好像不对呀 哦 对 对的 因为Panel是红色的嘛 好的 那我再试试 把Panel2改成Panel3看看 出来的就是绿色卡片 这个呢 就是卡片布局 当然为了具体的显示 选择显示哪一个组件 我们完全可以添加动作事件 来增加它的一个互动性 好 比方说 我每一个面板都添加一个按钮 接Button B1和B2 初始画一下 B1等于New 接Button 显示 显示 显示绿色 面板 好 B2呢 等于New 接Button 显示 红色 面板 好 报错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导包 接下来呢 我将B1添加到P2上 P2 点 ADD B1 P3点 ADD B2 好 添加动作事件 就用GUI test test2 implements Action Listener 好 选择 去实现它的方法 这个编译器呢 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方便哈 它会自动 去显示我要覆盖的方法 怎么做呢 接ButtonB 等于 接 Button 1点 GET Sauce 好 Eve 这个事件源 是B1的话 怎么做 好 Eve 事件源 是B2的话 又怎么做 如果是B1 B1代表 显示绿色面板 就是Panel 3 B2代表 显示红色面板 哈 就是Panel 2 好的 这里报错是什么原因 他不认识Card Layout 对象 那怎么做呢 我可以选择 把Card Layout 对象 放到成员变量上 成员变量的生命周期 就代表这个类中 所有的方法都能被调用 现在去掉了这个错误 好 还不够 还有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注册 监听 B1点 ADD Action Listener This 都会进到这个方法 B2点 ADD Action Listener This 好的 接下来 我们来运行看一下 什么效果 在红色面板上出现了一个显示绿色面板的这样一个按流 果然跳到了绿色面板 绿色面板上又出现一个按流显示红色面板 又点击一下又会进到红色面板 好 这就是整个Card Layout配合动作事件完成的效果 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这种去完成一些动画的效果 好 OK 这个呢 就是本次课卡片布局 卡片布局呢 是把组件 好 视为这种卡片一张张叠加而成 当然卡片布局呢 有很多的方法 什么Layout呀 呃 这个不是Layout 是秀方法啊 First方法呀 还有 还有这个这个 呃 Last方法 还有一个方法叫做 Next的就是 翻转到下一张 我们完全可以跟事件配合 不断的去翻转 不断的去翻转 哈 就像翻书一样 可以用Lax的方法来实现 好的 这个就是卡片布局的全部内容 同学们会不会觉得这个卡片布局很有意思呢 啊 请你们也动手完成这段代码试一下呢 好 我们本次课到此结束 下次课再见